HELLO 歡迎回到MOTOBYE的頻道 我是大豬 我們今天利用參加近戰車聚的機會 挑了幾台不同的六代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商車分享 就是我身邊的這一台 這算青蘋果社嗎 蒂芬妮綠 蒂芬妮綠的這台六代近戰 那這位帥哥車主怎麼稱呼 我是來自桃園區的博勝 博勝你好 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當初為什麼會選擇玩六代近戰這台車 當初就是騎了朋友的車 然後就覺得很好騎 然後就買了 以前有騎過其他的車嗎 有騎過一台RS ZERO 那時候一樣都有改車嗎 對一樣也是有改車 就是前叉後避震都有改 那間隔這麼多年又換六代 那時候就是喜歡覺得他騎起來好騎對不對 對這是一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其實以前就一直有想要買近戰的一個夢想在 夢想 對他就是趁現在可能手頭比較寬裕來玩一下這台車這樣 以前那時候10吋的RS ZERO 那時候算比較低的消費嘛 10吋跟12吋 那時候12吋就感覺東西都比較貴 而且所有的東西都乘以二嘛 你整理兩支 對啊 了解 然後東西可以改的也比較多 也是一個圓夢的車款就對了 對對對 好那 我覺得你這車除了顏色很特別之外 我覺得其實你該改的其實細節都 該有的都有了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你那時候 玩這台車你的理念是什麼 然後你主要針對哪些部分去強化 理念的話就是我覺得玩車不要影響到別人 然後外觀性能舒適度的部分我都會盡量的可以把它提升到好一點 對然後引擎的部分就是稍微升級一下夠用就好 然後主要就是不要影響到別人這樣子 是 我覺得你這車真的是低調中帶有非常多奢華的配備 其實這輪胎看起來是一般的高胎 結果我剛剛一看不得了 這是很特殊的19012的S01 對啊 這還蠻少見的 對 對啊因為想說前輪用好一點導向性比較好 然後抓地力也比較好一點這樣子 對啊 懸吊的部分啊 為什麼大家通常會喜歡一套 就是像我剛剛看到很多車主是MSP前後 或是鯊魚前後 那雖然你比較特殊就是你前半段是GDMS FSX 那後面是鯊魚工廠的X2 為什麼會選擇兩部一樣 其實我當初想要買前叉的時候 我就是考慮鯊魚工廠的 對但是我其實比較喜歡的是L35 再加上那時候XT35還沒有一個雛形出來 對所以 不得已之下 對就只好先上個GDMS 但是用了之後也覺得其實蠻好用的 對啊 配色或是它的性能其實都是 都蠻符合你期待就對了 對啊對啊 然後後面的話 因為以前就有用過鯊魚的避震器 所以在品質這一部分其實都覺得還蠻不錯的 所以就沿用鯊魚的避震器 原來你會這樣 所以前後是這樣搭配 對啊對啊 框式前後都是鯊魚 對框式前後都是鯊魚 對框式前後都是鯊魚 這個是第二組的 第二組的 換過形式是不是 款式的話前面沒有變 後面有變 對 然後顏色的話就是 比較符合這台車的整體的氣質 了解 真的是你都還有那個 日規的後補手現在很稀有耶 對啊 就是覺得蠻好看蠻特別的 所以就買來裝一下這樣 了解 那你外觀配備的部分 還有什麼特別的小東西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外觀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些 卡夢件的搭配 然後跟整車的烤漆 排骨有改吧 排骨有改 對啊 是超級工廠的 雙色輕量化排骨 對那你這樣外觀基本都有了 卡夢的配件 然後傳統蓋也有裝飾蓋 然後排骨的部分也放了一個CNC的超級工廠 對 真的該改的夠改 對啊 就是原因跟夢想 對阿完整度要高 了解 所以你的車聽你這樣扣起來 就是通勤代步好奇的設定 所以應該也不會很暴力 欸不會耶 那你 我剛剛看你傳動 我剛剛牽的時候有一個特別的鈴鈴鈴鈴鈴聲音 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的傳動的配置嗎 傳動的話是 後組的離合器是 Reveno的多片式離合器 對那前組的話也是 Reveno跟OPE他們聯名的那種 你整套都是Reveno的 對因為就是 用了覺得其實在騎乘的時候 騎倉圖騎直線或是跑山的時候 其實效果是還蠻不錯的 均衡性聽說是蠻好的 對對對 好 那動力搬來的部分 因為我看不到 引擎的套件是選用哪個品牌的 引擎的話是 SMRT的597缸 就是當初我覺得直上就變15P的那個套件 對 OK 好 那我待會就跟你借車去試乘看看 好啊沒問題 所以你的原則就是 符合圓夢的設定 然後不影響其他用入人 對 然後都是使用好看的配備 對 好 那謝謝博勝 那我待會來試乘看看 再來跟大家分享我的試乘感受 謝謝博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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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剛剛試乘這台 Tiven Lee綠的六代巨蛋回來了 那博勝帶來的這台Tiven Lee 就如他剛剛所說的 他的改裝的精神 跟他的出發點 就是不影響其他用入人之下 去設定出他最喜歡的六代的形狀 所以這台車給我第一個印象就是 他非常低調 怎麼低調呢 他是單套59的 SMRT的引擎套件 加上Remember的傳動組 他其實動力推起來是蠻直接 蠻輕快的 大概15P半到16P之間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設定 騎起來 其實我剛剛騎表數0到100都是紙上一氣呵成 但是呢有個很特別 為什麼我說他低調 因為他排氣管使用OP的排氣管 其實聲音跟原廠幾乎是一模一樣 拉轉起來的感覺 你根本不會感覺到 他是一台改裝車 他真的是很低調到你 你會懷疑他到底是不是一台改過引擎的車 所以我說他設定非常低調 懸吊的部分呢 他如他剛剛講的 因為等不到鯊魚的倒叉XT35 他就先裝了GDAMASTER FSX的倒叉 以及後面是鯊魚的X2 其實他這樣配置起來 他的甜蜜點調都蠻好的 我這樣上去騎 導向性啊或是他的傾倒速度 都蠻快的 而且不管是中低速的過彎 其實他的穩定感很好 那我剛剛特別回來再問了一下他 原來他這台車不只我們看到前倒叉跟後面的X2 他在車架的部分也下了很多功夫 我們可以看到他有羅夢的補強 車台補強支架之外呢 他在車架上面多了三個鎖點去補強 三個支點他有去補強車架 所以說難怪我剛剛騎起來 我覺得他的車指向性怎麼會那麼好 原來是他這台車架 在看不到的地方 他有三個地方去補強了 所以他的車架的支撐性 以及他操控的導向性 都比其他六代來的好 原來他有偷偷改了很多東西 那再來他樸實之間都是選擇最實用的改裝品 剎車的部分他就是使用 Brembo的前輻射 後面是螃蟹卡鉗都是Brembo的 那總辦的部分他就比較低調 都是使用原廠的 手感的部分也不會說太差 即賽也不會點頭 再配置起來都剛剛好 騎起來我覺得這樣的動力 15-16P是最好騎的六代 在搭上他這樣的懸吊的反應回饋 還有這樣的自動設定 我真的蠻喜歡 雖然我自己是一到六代的車主 久久騎一次六代 再加上騎別的車用心調教出來的六代 我還是對大家調出來的車的特性都很 印象都很深刻 尤其是現在因為整個台灣社會的法規 對於這個噪音車的比較敏感 所以大家現在已經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可以讓大家的改裝車變更低調 但是他一樣擁有很好的性能 那就是我覺得現在大家改裝上 不管車上調教或是車友的經驗來說 都是比以前來得更好更豐富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棒的一個實力 跟大家分享說 大家喜歡玩車沒有問題 這是很好的 但是有一個原則 絕對不要影響其他用路的人 那這一次 這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分享給大家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針對這台六代近戰的行車分享 那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大祝大家下次見囉 拜拜